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要你討論這個函數 在這個區間裡面 他的增減情況 還有凹向性跟黃區點 這個是讓我們很熟悉 這個就是SIGN 你給他抬高三個單位 抬高三個單位 然後的話這個是 這假設是二拍 這個是Pi 這個是Pi 是這樣子 這個是3 好那我們一看的話 馬上可以把答案寫下來 增函數的部分在哪裡 增函數的部分 增函數的區域在哪裡 在這個0 到什麼呢 到這二分之π的地方 二分之π的地方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是二分之三拍 到那個二拍的地方 這是增函數啊 然後這個減函數的話 減函數就從這裡到這裡 就是什麼呢 就是二分之π 就是二分之π 到二分之三拍的地方 這減函數 然後呢 現在這個凹向性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向下凹 向下凹的情況 有這一段 這一段 這個整個都是向下凹的 整個都是向下凹的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 這個 這個的話把血開去尖 0到什麼呢 0到那個π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緩區點 沒有所謂的向上凹或向下凹 那這個往後面的話 這個就不知道啊 往後面的話呢 它的話事實上也是這樣子 所以端點就不要包括 然後呢 向上凹的話 向上凹的話就是區域 我沒有包括端點 這是π 到二拍 向下凹是這個 向上凹是這個 然後緩區點 緩區點就這一點 從這個向下凹到向上凹的嘛 就邊界啊 邊界的話就是這一點 所以這個緩區點 緩區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π π π代音區就等於3 π代音區就等於3 這是它的座標 這是它的座標 那這樣答案就寫出來了 你圖一畫的話一看就知道 好那我們現在呢 用微分來討論它 首先呢 這個一次微分碼 大於0就是真函數 大於0 一次微分碼 這個等的話 這是等於cos x 大於0的話呢 就是真函數 好 那大於0的話呢 是哪個區域 我們知道這個 然後小於0的話呢 就簡函數嘛 我們知道呢 這個 在第一向線它是簡函數嘛 cos 的話 第一向線 第一向線到第二向線 它都是簡函數的 我就0到π嘛 你看喔 你看喔 不對喔 這個一次微分的話 cos 的話 cos 的話 在第一向線它是簡函數 二分之π 這個端點可以把它包括 它是簡函數嘛 然後再來的話 你用什麼 你用微分 都比較不好看 這小於0的區域在那裡 欸 欸不對 這小於0的話呢 這是正的 講錯了 這個小於0的話 這個大於0的話 在一四向線 大於0的話 cos 大於0的話 是一四向線 所以一四向線的話呢 它是真函數 也就是說 0到二分之π嘛 啊或者什麼呢 第一次向線啊 第一次向線啊 第一次向線就是 二分之三π嘛 到二π嘛 二分之三π 到二π嘛 沒錯嘛 就這個啊 阿小於0的話 在什麼 在二三向線 二三向線 二三向線的話 它是 二分之π到π嘛 就是這個啊 從這裡到這裡嘛 從這裡到這裡嘛 就從二分之π到二分之三π嘛 二分之π到什麼呢 二分之三π嘛 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嗯 奧向線嘛 奧向線就是 兩次威護馬 就是 who sine x 那你大於0的話呢 就是向上奧啊 小於0的話呢 就向下奧啊 那大於0的話呢 就是這個要小於0 那三於大於0的話呢 三於小於0的話呢 就是 就是那個三四向線 所以什麼呢 所以是 三四向線的話 就是π 到二π嘛 這個時候呢 這個是 這小於0加5的話 就變成大於0了 所以呢 這個是 凹向上的話 是0到二π嘛 然後呢 凹向下 下奧 下奧的話呢 這個是小於0嘛 小於0 代表這個是大的0 就 就這兩個嘛 就一二向線 那一二向線呢 所以它是 0到多少 0到π 這樣子 那緩區點就是它的邊界嘛 它邊界就是π的地方 等於0嘛 等於0的話 就是緩區點嘛 等於0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 這個 x等於多少 等於π 等於π 但是 那關聯的話 事實上 這裡它也是緩區點 不過 因為它沒有包括 包括間區 我們說 緩區點的話 一定要 什麼 一定要驗證左邊跟 右邊跟左邊嘛 但是這裡 左邊沒有辦法驗證 因為它只限制在你這個區間嘛 左邊沒有辦法驗證 所以的話 0 0 等於0 就是說 你 0等於0的時候 sine x 0等於0 等於0的話 那我解出來 yx 應該等於0 0跟π 0跟π 但是0 0的話不合 為什麼0不合 0的話 它沒有左邊做驗證 只有右邊 右邊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下凹 右邊是下凹 左邊的話 它應該是上凹 不過左邊沒有定義 所以你只能什麼呢 只能取這裡 所以這個就不行 只能取什麼 取π 取π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0的地方 所以π 是它的緩區點 也就是說 緩區點是π3